首个巨型港口启用 替代中国制造再买一步 印度制造能取代中国的地位吗 大家好 欢迎圣克马超说 那么日前的印度首个巨型港口 维京甲姆港是正式的启用了 对于这个港口 印度媒体是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他们认为 当这个港口顺利的融入全球贸易之中之后 印度就能从中国主导的国际海上贸易 这块大蛋糕中吃到一块 并且对中国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 除此之外 印度人还认为 当这个港口投入使用之后 这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 印度企业的物流成本 同时也意味着 印度再次朝着印度制造 代替中国制造 这个愿景往前迈了一步 不得不说 对于这个港口 印度人还蛮看好的 那么在这个巨型港口的加持之下 印度制造业能够取代中国制造业 在国际上的地位吗 客观而言 这种可能性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 别说维京加姆港如今才刚刚启用 就算再给印度人十年的时间 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地位 都不是印度能够挑战的 首先 印度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 他们口中所谓的超级企业 大多数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产物 那么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跟莫迪有着密切联系的塔塔集团 而中国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是凭实力才能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 这一点 中国与印度之间有着天壤之病 其次 别看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中国了 但是双方在劳工生产力这方面 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 那么根据相关机构的统计 中国士林劳动人口中有76%以上参加了工作 而印度在这方面的比例就只有士林人口的一半 除了在劳工生产力这方面比不过中国之外 印度人受教育的程度也跟中国是相差甚远 上述两个方面的落后 直接导致的就是两国制造业的差距 其实是一直在扩大的 大约在200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以及国内生产总值 还只是比印度高出两到三倍 而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印度的五倍之多了 更为关键的是 随着中国制造业升级速度的不断加快 大量的工业机器人被广泛的运用到生产过程之中 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将更加的不可撼动 最后针对印度首个巨型港口的启用 别看印度人十分的高兴 中国人其实更加的高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印度的港口对于中国企业而言 那就是一片新的蓝海 就拿维京甲姆港来说 这个港口为什么现在能够启用 那是因为前段时间 中国出发的正华15号重载船 才刚刚在维京甲姆港卸下了第一台起重机 大家不妨想一想 这个港口现在虽然已经启用了 但实际建设的进度只有65.46% 等它彻底建成 印度人要从我们这里购买多少东西过去 要知道印度为了建好这个港口 可是准备了将近70亿 然而就目前中印之间整体的差距来看 这70亿不仅没有办法让印度挑战中国 其中或许还有相当的一部分 会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电脚石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